這個K,當然不見一定要K啦 你換個名稱也OK 它是一個變數名稱 那當然理論上它一定是從1開始 可是每往下一個的話 那這個後面的數字就要變動 所以之前的話是K等於K加10 不過現在不是這個固定的數量 而是說當它下載一個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向下追蹤加1 所以向下追蹤加1的話 它的寫法我上個禮拜有特別講 就是你可以游標放在哪一個 用Range Range AE有沒有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就點什麼 點END AND 然後前刮弧 它方向給它一下 前刮弧一下 然後向下的話就XLDOWN 後刮弧一下 那追蹤到的那個列號給我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這樣就是55 可是我將來要把資料放的位置不是55 而是55的下一個 所以這邊把它加1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加了一個K對不對 它預設是等於1 它第一次執行的時候是A1嘛 不過這裡其實如果那個錢的符號 假設你會干擾 其實這個錢的符號是可以拿掉的啦 OK 所以這個是A串一個1 所以是A1嘛 然後呢 當它跑了一次之後的話 這個 那放個位置記得是放在END WITH 反正就是下載完之後 再取得這個K的值 那K的值的話呢 就是幫我向下追蹤 到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K的話將來放在這裡 所以假設你已經抓了資料嘛 它應該是 剛剛好像記得是92吧 就是第一頁好像92 那92之後把它加1變93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就變A93 所以把它放A93 好 理論上這樣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OK 所以一樣啦 我的習慣是按F 真錯的話按F8 然後這樣會比較可以看到 那個相關的細節 所以F8 OK 然後先把舊資料先把它給刪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跑一下這個 OK 把這個先清掉舊資料 然後呢 幫我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那這個時候的話 K 如果還沒跑這一行是E啦 可是跑完之後的話 讓它追蹤一下 OK 這個時候K等多少 因為向下最終是91 應該是92啦 看一下對不對 Ctrl向下 這個喔 Ctrl向下 這個時候的話 沒錯 91嘛 所以 K如果變92的話 那理論上就會放在 第二頁的話 應該就放在92開始 那一樣我們就讓它往下 再繼續 這個應該是抓那個第二頁 看是不是 沒錯 它把它抓下來了 然後是不是放92 對沒錯 92 OK 那以時類推啦 第三頁的話 應該是放在183 好像就剛剛那個數字 所以其他的話呢 就OK的 執行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讓它跑 那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它會逐一頁一頁的 去把資料抓下來 OK 然後看到結果啦 理論上應該喔 把它Ctrl向下比較快 Ctrl向下 那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2004年的1月5號的禮拜一 OK 好像以前開獎是1414耶 後來好像變2525 OK喔 好像又改過吧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說呢 總total應該是會是到6698 OK喔 如果到今天為止啦 6698 好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了 但是問題好像還沒結束耶 什麼問題喔 後來發現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耶 其實我主要是要這個資料啦 但是其實日期沒有也沒關係 主要是重獎號碼跟特別號 那我把這些資料把它集中 然後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特別 這個大樂透重獎號碼 它是一個儲存格裡面放六個號碼 這樣怎麼統計啊 所以喔 如果它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的 你要做統計沒辦法 所以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剖開 但是好像幾個問 衍生出幾個問題耶 就是底下這些資料好像不需要耶 有沒有 所以啦 如果假設喔 我們希望能夠快速的把 這兩個欄位的資料留下 然後呢 中間這些空白的那個列都不要的話 它以前做法是什麼 傻傻的把它按右鍵刪除啦 可是我跟你講 你慢慢刪到什麼時候才刪得完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教各位 我後來試一下 我發現喔 如果要快速的把不要的資料 讓它消失的話 其實最快的方法喔 就是游標放在A1 然後利用排序 資料裡面有個A到D跟D到A有沒有 我覺得排序真的很重要 因為排序的話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排在前面 不要的資料排在後面 那你會發現喔 排序之後我試過喔 像那個A到... 如果你錯沒關係 你感受自己復原一下喔 然後你用那個A到D一下 有沒有發現喔 如果A到D之後 最後你會發現喔 只是因為這個小小的動作有沒有 它就因為日期裡面喔 年的部分是數字 好像底下月日部分的話 Ctrl向下一下 游標再放在B好了 Ctrl向下 它會移到這個有沒有 那因為呢 月跟日喔 它把它當成是一個完整的日期 可能它數字比較大 所以被排在後面 那我們只需要把游標放A1之後 排序 地增排序喔 排序完之後呢 把這個底下的這些資料 其實通通砍掉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先 游標先放在B欄 然後Ctrl向下 在箭頭往下一下喔 然後把這個 後面的部分呢 把它選起來 那選的話 大家如果手動選 最快是先選這一列 然後把它選到最下面之後的話 按個Shift鍵 Shift鍵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底下這些 通通選起來 有沒有 記得按Shift鍵 選頭再選尾嘛 中間加個Shift鍵 然後按右鍵刪除 有沒有 這樣就會OK了 欸 這樣最快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把 你可能眼前不想要的資料 把它快速刪掉的話 最快的方法 其實先 A欄排序 地增排序 然後再把不要的東西把它刪掉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就是做資料剖析啦 這個資料剖析的話呢 怎麼把它剖開啊 有沒有 所以最快的方法 其實是這邊有六個號碼 那我在D欄的地方 增加1到6號 1到6的話 先在D1的地方 先打個1 然後按 向右拉 就增加1號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Ctrl鍵 先輸入1嘛 按Ctrl鍵向右拉 這個空點喔 向右拉 它會自動產生 123456 有沒有 六個號碼 那為什麼需要這六個號碼 把它寬度調一下 一樣寬好了 OK 主要就是把它 這個資料剖開來 放在這裡 那怎麼樣做比較快 當然不是叫你用點兩下 那個把它什麼 Ctrl-C Ctrl-V Ctrl-C 哇 它不得了了 這多少號碼 複製到什麼時候 所以喔 如果千萬記得 以後要學會一招 如果你的資料呢 它沒有分開來 你希望它把它分開來 假設說 資料跟資料中間 是有固定的分格符號的話 比如說豆點 你就記得有一個功能 叫做什麼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資料剖C 這個功能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你會常常遇到 資料跟資料中間就是一個分格符號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用資料剖C就可以剖過來了 不過剖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你現在只有選一個儲存格 它只會剖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真底下一堆啊 對 所以如果你要做資料剖C之前 請注意 先把你要剖的資料範圍選起來 所以我要剖的應該是B2吧 然後把它選到底 選到底 我建議你可以記那個快速鍵 叫Ctrl-Shift向下 這樣就選到底了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Ctrl-Shift向下 我用這樣慢慢選 可以 但是要選多久啊 OK 我看如果你用這一招 我看 如果你不會用Ctrl-Shift向下 你要這樣選到底要選多久 好像也不會太久 但是也不會太快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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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會有一種狀況 快了之後呢 就會過頭了 過頭怎麼辦呢 右上上拉 我看很多人每天都這樣 你要拉到什麼 到了 又過頭了 天啊 我建議啦 你乾脆不用這樣方法 這不OK 專業一點的 Ctrl-Shift向下 記得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就是移到底 Shift是選取 所以Ctrl-Shift加向下 這個一定要記得 OK 如果你不會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真的 OK 好 而且你不會的話也不要說 曾經上過我的課 OK 好 記得啦 這多一些基本的功能 好 第一個 如果你要做資料剖析之前 請你先把範圍圈 第二個的話 再按一下資料剖析 然後跟他講什麼 符號 所以分隔符號 下一步 他問你說 那你的符號是什麼 跟他講豆點 豆點打 有沒有分開來了 下一步 第三個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的目標儲存格 要放哪裡 預設是B 不對啦 我要放哪裡 所以最後記得 目標儲存格 請你把它改成哪裡 改成第二 也就是說 剖開來 我們這邊1到6 剖開來之後按個完成 有沒有發現 瞬間他就幫我把這些 通通把它分開來了 有沒有 3號 18號 33 34 43 45 太好了 這功能一定要學 如果不會 工作上到下班都做不完 OK 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重獎號碼 按右鍵刪除 選起來就刪掉 這樣就有了 再來 如果你有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做統計分析了 比如說 我們不要先講太複雜 請你幫我告訴我 1到49號 哪個號碼出現最多 光這個問題 你第一個一定要有原始值 如果沒有 那什麼事都做不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 開發人員裡面 把那個K這個部分產生 當然雲端上我是用R 你用R也沒關係 這個變數名稱是可以變 當然上下一次就OK 所以這個地方加這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它排序 然後把底下的不需要的刪掉之後 再用一個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我是先增加1到6 然後把它剖開來 剖開之前記得要先選起來 再資料剖析 試試看